dj 百分之一 dj 百分之一 永远的女孩 我来说是挑战非常大的 你是比较你课班做的吗 不是 我们俩都是 一直以来我都是戴着面具 跟大家聊天吗 怎么会被你第一次面的呢 就得来人间历一次节 你知不知道她在哪里 只有你在哪里 格外应该表扬的是王菲菲 进步真的很大 尤其你演员 要不怕丑 是吧 也不知道我儿子在哪 你令我伯母相看 上一步 走 上 上一步 右脚上 先做个五十遍 五六七 走 重心 重心过去 虽然短短的只有几天的训练时间 但是仿佛又回到了去年的那个夏天 天猫新选首席时髦金本金王菲菲 欢迎来到我的《非常时髦》 不爱啊 是 稍微近一点点 可能这种我觉得需要有 然后大家都觉得 这男生女生都可以都可以戴 然后再有你们有想说的走秀啊 这种都可以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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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一感受就是这个编剧是谁我认识吗 hello 哈哈 为什么写的那么像我 对 好了 这场拍萌萌 你居然敢欺骗我 你也太黑心了吧 这是他的分镜剧作 你真的给我画成了一个葡萄 黄葡萄 这不是黄飓吗 黄飓 这是黄飓吗 黄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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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 谢谢 因为他的那个纸啊都是同样的A4用纸打出来的字 你真的是福尔摩飞 我觉得是聊天更能拉近对方的距离 对 向往爱情的这个心 无论在哪一个年纪 不管他离婚还是不离婚 其实都一样 哈哈哈哈 好好地说 真黑啊 哈哈哈哈 黑珍珠南海黑珍珠 全知态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要付出非常多的心力脑力和时间 我们很少跟自己对话 然后很少会问自己说 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你开心吗 你生气吗 这个一点 然后很多一种啊 对对对 1 5 5 1 这首歌对我来说其实意义蛮大的 是我第一次回国 自己做的第一支的 应该是第一张专辑 然后这首歌里面有一句话 我想送给你们所有的女孩子 永远的女孩 活在最好的时代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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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